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宇宙奥秘 好 这个单元请大家看讲义 第一百六十六页第一行 观教天下得冠古今 观教天下得冠古今则 圣人立教 以道德教化万民以无为 明君治理天下 悉心以无为之道 以无为共立之内圣外王者 明曰圣王也 双如日夜立天 光明普照 未尝失照 故光明能通天地之大 圣人立教 是以道德来教化万民以无为 我们原戏前面所了解的 重点是在无为法 所以能够以无为法来教化万民 视为圣人 那能够以无为法来治理天下 视为明君 所以这里也提到明君治理天下 悉心以无为之道 那两者能够契合以无为法 共立 一个来教化万民 一个来治理天下 以内是圣人 以外是明君 以内是圣 以外是王 视为内圣外王 那两者呢 称之为圣王 在同一个时代啊 的因缘当中 如果祭祖这样的 殊圣因缘呢 那这个国家呢 必然得到呢 太平盛世 圣人 是无为法 不求名利 不攀岩 那要靠外王啊 这明君呢 也能够体认无为法 靠他的力量 治理天下 两者呢 互为应用 相辅相成 相得益章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内圣呢 是无为法 就好像灿烂的烟火 那外王呢 就好像把烟火呢 要打到天空的那个大炮 大炮呢 因为力量比较大 可以把灿烂的烟火啊 打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像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特殊的庆典节日啊 都会放很灿烂的烟火 那烟火呢 打得越高啊 越多人看到 那如果没有外王呢 炮火力量呢 这个烟火啊 只是在低空绽放啊 看到的人毕竟是相对的少数啊 所以内圣外王 两者的契合 霜如日夜利天啊 太阳跟夜亮 都能够展现呢 昼夜的光明普照啊 未尝失照 因为失无违法 无论是内圣或外王 两者呢 都是大公无私 所以 同时治理天下之后 光明能通天地之道 像现在呢 整个世界啊 充满了危机 那在危机之下呢 有这样的一个殊胜因缘 可以变为转机 这是唯一的妙法 再请看一下吧 圣王之德大公无私 故德行能化天下之广 天下德如是双美之无为 教化与治理 正气隐瞒 人性本善自然流露 千让德宏 朗普心社会 人人诚意正心 真道修德 内圣外王啊 之所谓的圣王 两者的德恨呢 皆是大公无私 所以 德行啊 能化天下之广 教化呢 于万民啊 天下德如是双美之无为 教化于治理 就是内圣外王啊 德宏呢 普心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义正心啊 而尊道修德 好 再请看下文 圣王之性光啊 点燃万民之性光 光光相照 其放光明 一美天下 一美天下 德批万民 天下百姓 必诵其责 怀其德 乐其业 则万民之身家相国 乃至世界天下 乃至世界天下 皆同心同德 同归于自性 无为大道 圣王 至于无为法 展现啊 心性的光明 点燃啊 万民的性光 光光相照啊 其放光明 一美天下 德批万民啊 天下百姓啊 必诵其责 怀其德 乐其业 则天下何乐啊 天下太平 则万民之身家相国 乃至世界天下 皆同心同德 因为每一个人 都受到无为法的 心陶教化 启动每一个人 自心真体 本善的善根啊 在同根同源 自下 同心同德 万民啊 皆同归于 自性无为大道 这是至高无上的 实相真理 才能实现世界大同 再请看下文 圣王 圣王无为爱民 观天下万民之身 同以自身 观天下万家之家 同以自家 观天下万乡之乡 同以自乡 观世界万国之国 同以自国 观宇宙天地之天下 同志天下 圣王两者啊 皆以无为法 施教于万民 自然呢 就是爱民 所以 实际的行动 从自身啊 一直到天下 都是把天下万民 看着自己 也就是同理心啊 所以从 观天下万民之身啊 同以自身 隐隐昌生啊 每一个人都平等 每一个人民的身 就等于自己的身 所以从自身啊 到自家 到自乡 到自国 乃至至天下 从个人的自身呢 一直到天下 能够是以这样的无为 在圣王呢 双美之下呢 能够实现 天下太平 再请看一下 当此之际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自国平天下之要徒 无不圆容以 德无不同之德 为大同之德 故修此德者 修己以天下也 观无不同之观 为大同之观 故观此观者 观自以天下也 当此之际啊 就是圣王两者呢 皆能施教于无为法 无为爱民 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自国平天下 这个理想呢 决定可以原容的实现 也就是从个人 从个人到天下 都能够圆容 德无不同之德 为大同之德 德无不同 就每一个人的性德 都相同 受到圣王无为法的教化 启动了 每一个人的性德 叫无不同之德 也称之为大同之德 修此德者修己于天下 这样的德行呢 能够普及于天下 观无不同之观 为大同之观 具体来讲 是每一个人的知见 也就是所谓的观念 到最后都会相同 相同就没有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无为法 是从实相的无相 本体切入 让你在差别相里面 看到平等性 观此观者 观之以天下 这个是最可贵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实相的无为法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 圆满的结果 好 再请看下文 圣王大同之德 德贯天下万民 无为之道 治理天下万事万物 自本而知 自远而留 以一生之道 己生之德 这个本就是大道自监 也就是无极一真 最源头的源头 视为根本的根本 而知呢 就是演化啦 演化就很繁杂 毕竟把它归纳成384 掌握那个纲药 就可以看风水地理 可以给你算命 那如果说我们掌握到源头啦 之末呢 我们自然就能掌握 那也就不需要去算命啦 所以呢 圣王大同之德 无为之道 自远而留啊 以一生之道 己生之德 扩大到家庭 社会 国家 以及前天下 能够同理前天下 也就是 世界啊 能够和平 所以大时代的 伟大教化呢 一定要得志以 内圣外王 这可遇不可求 圣人的出现啊 明今出现 两个的结合 会改变这个世界 甚至会达到世界大同 这要看因缘的变化 也要看众生的福报啊 好 再请看下吧 仰观天道之日夜星存 此得无处不感应 辅查地理之山川泽海 此得无所不应化 圣王道行天下 德用无方 周遍无边 德观古今 广眼莫测 同乎神怡 我们仰观天道之日夜星存 我们用天文学来看宇宙 可以用日夜星存的映作呢 让我们感受真理之所在 所以此得无处不感应 辅查地理的山川泽海 地理能够承载一切 承载着山川泽海 这种德无所不应化 所以我们看天地两者 而来对照于内圣外王 两者 共同弘扬 无违法 道行天下 必然能够得用无方 周遍无边啊 因缘书胜啊 展现在整个世界上 德观古今啊 广眼莫测通乎神怡 这样的书胜因缘 不可思议的力量展开以后 势如破竹 全世界都会受益啊 好 请大家看讲义 真用章第三 第二节 万法之本 正如至心 法无定向 水如心念 心念电波 显现镜像 迥异法界 苛策场物 静向稀幻 望心启着 直戏所时 媚体迷真 观心绝照 法望归真 忠道圆荣 德证真道 继续请看下一页 真用章第三第二节 贤异 本节原意 宇宙天地万法万物 皆生于乳心 带有自心真体 原始之基因 是以万法万物之深柔万象 乃至变化无穷 接受乳心真体之统欲 事故万法之本责 正如自心也 鸟至一切法 是乳心者 善道恶徒 皆是心成 天堂第一 既有心照 一切苦乐 皆有心照 我们这个单元 进入真道学第三章第二节 也就是最后一个单元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 宇宙天地万法万物 都从哪里来 都是从你的心变出来的 何以故呢 这一章啊 就是要详细的来讨论 让大家呢 能知其当然 当然也更能够知其所以来 唯有如是你才能够掌握你的心 让你的心啊 变一个最好清静庄严的世界啊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课题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宇宙天地万法万物啊 皆生于乳心 就是从你的心啊 变现出来的 那你的心 是来自于最源头的自心真体 我们叫做原始 那我们加上一个基因 是用现代的科学 加上去啊 帮助你容易了解 因为自心真体 是无为法 无名无相 非常的抽象 用有为法 有色的眼光 去看无为法 所看的还是有为法 它不是无为法 所以我们呢 在讲解当中啊 着重于比意 就是要让听者呢 能听得懂为主 这个就是上弃真理 下去众生的根基 就是法无定法 万法万物呢 身罗万象 它是变化无常的 在哪里变化 都是在你的心中变化 离开你的心 请问还有万法万物吗 没有万法万物哪来的变化无穷呢 当然是有你的心才有这些啊 但是你有你的心 你又不知道它根源于什么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你呀 你的心灵变万法万物啊 它是来自于真体的统欲 这个就是无为法 所以真体啊 我们常讲的本体 我们用基因 来比喻 一个人啊 投胎呢 当初受孕的时候 那个受精卵的基因啊 来自于父母各半 那这个基因呢 控制你的身体 一辈子 这里呢 用基因来比喻 就是你五死结以来 你曾经去过地义 做过恶鬼 也曾经受过畜生的果报 甚至你也曾经去过天堂 那今生来做人 无论你是变在六道的哪一道 辱心真体统一啊 没有离开 因为含有原始的基因 所以最原始的基因 统一的当下 就以金刚经讨论的 本体我们又称它为 如来佛性 那我们带着佛性呢 在照五逆十二 感召三土二道的果报 那是大大的违背啊 本来的面目 所以真道的真理 只不过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 让你本来的DNA 能控制你健康的身体 而不要把它用到错误的地方 同样一个东西 可是你的动机不同 使用出来就不同 记得我常常比喻啊 一把刀 你如果用善念 这把刀可以做 很多有意义的事 如果你存的念头是恶念 那这把刀呢 可能会去作案啊 变成一把胸刀 这个念头决定一切 就是您的起心动念 那无论胸刀或是善道 它就带有原始的DNA 就是本体的统一 那是后来的念头 随着这个环境在改变 所以我们云云众生啊 是活在意识心念头的世界里面啊 找不到本体啊 而茫茫然这样 无始劫以来啊 没有办法处理 真道讲实相 就是要认识大道自解 本体 而进一步了解演化的过程 它是自反 那你就能够了解一切 从枝末里面 素颜归根啊 找到源头的真实面目 那就是 施教以无为法 你成就以无为法 所以这里讲啊 万法为心照啊 一切都是由你的心所变的 所以我们的心里 变化无穷 我们可以变天堂 也可以变地义 所以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要对我们的心里 自行负责 没有人能够 到你的内心世界 来改变 你的心念啊 如果你心存恶念 感召的必定是三途二道 那是既定的事实 无法改变 那要改变呢 我们得要像这样 听闻真道的真理 找到根源处 从根源处来 琢磨 下手 那一切就改变了 好 再请看下吧 是以法无定向啊 谁如心念 是以 心念是种能量电波 素超以光波 有片空的作用力 亦有回反的反作用力 心念电波显现境界向 故心念苏白 而显现迥异之法界向 部分的法界向 即是现今科学 所探测的产物能量 由以上的了解啊 我们可以了知呢 法无定向 万法呢 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变 是随着您的心念而变 随着云云昌生啊 每一个人不同的起心动念 而变现了 一切的现象 这些现象汇集起来 就是这个世界啊 所以心念呢 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来看啊 它是一种能量的电波 它的速度呢 超过以光波 现在呢 有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有片空的作用力 也有回反的反作用力 片空的作用力呢 是以正向啊 起无为的作用 就像我们教导大家做西空观 这就是片空的作用 所谓的回反反作用 我们到湖边啊 拿一块石头呢 向湖的中央丢下去 这个坡呢 会回反过来 这个叫回反的反作用力啊 甚至我们养空吐痰 吐上去掉下来 还是掉在你的脸 这个反作用力啊 这个叫回反 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深入了解 因缘果报啊 丝毫不爽 善念善报啊 恶念恶报 就是这里讲的 回反的反作用力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心念念破 显现境界向 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 是一种能量 能量可以变成质量 质量就是一个境界向 故心念疏悲 而显现迥异之法界向 我们的起心动念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变现出来的法界向 也都不相同 因为心念不同 所变出来的现象 当然也不会相同 部分的法界向 即是现今科学 所探测的场物能量 就是有形跟无形的东西 在整个西空里面 充满的 这个叫法界向 那科学家呢 探测这种东西啊 是以生命的望心 去探讨生命望心 所变出来的生命性 所以虽然能够研究到 所谓的场物啊 或职能互换 但是依然找不到 最源头的真相 因为他没有从无违法的角度去看 他自始至终都是用有违法 虽然科技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无违法 视为可贵啊 而能够施教万民 实相的无违 视为圣人 道理呢 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 好 我们这个单元 时间到就讲到此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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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